嗨 大家好 歡迎回來 我是Horace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一下ROYS ONE的組裝 評價是外觀看起來蠻好看的 細節卻不大好 散熱更是悲劇 很可惜的一款直立式的飢渴 但我們常常說沒有賣不出去的產品 只有賣不出去的價格 殊不知就一直放在那裡漲灰塵 所以我這次把它裝上13900K跟4070Ti來試一下 來看看散熱可以產到什麼程度 機殼本身的細節介紹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我這次主要說差別在哪裡 散熱器換成大手三再加上25Mini的常規後散 理論上的整體高度來到了79Mini 超過了4Mini卻剛剛好可以塞進去 雖然說螺絲會掛到內側但我也就放飛了 反正這個價錢我看姑且是要隨便賣掉了 實際看一下它的風扇本體距離側板還有一點距離 扣掉材料的厚度大概是3Mini左右 實測是15公分的噪音大概是53分貝上下 那還是有蠻明顯的風切亂流的噪音 雙烤的壓力測試下的溫度表現還是非常的慘 13900K的功率就一路給我從300W一路腰斬到150W 那溫度還是給你一直鎖死在100度 那實在是也是蠻慘的 顯卡溫度80度、6.92度、記憶體是84度 算是普通的水準 但CPU的表現這麼慘好像顯卡好不好也沒有很重要 我在玩地平線5這個遊戲的時候 在1080P 240Hz的螢幕下還可以 那頻率都維持在5.5GHz 但最高的溫度也逼近百度 模擬飛行在東京場景低飛那完全就是悲劇 那曾經還一度降頻到4.7G 只有在拉高飛行高度的時候才可以穩定在高時脈 當然在這種高刷螢幕下其實玩飛機還是蠻好玩的 不過回頭來講 其實這樣子的散熱表現真的是完全不及格 如果我玩遊戲都會降頻到4.7GHz 那我還不如裝1513400這種CPU算了 那我也曾經想說換薄扇來減低風氣的噪音 嗯的確是稍微少了一點 但是它的本身功率卻更加的嚴重 一路降頻到130W真的很慘 那雖然說犧牲外觀我加了頂部的風扇 那也沒辦法改善這兩顆排風扇原水救不了近火的問題 下吹式散熱器的熱風其實還是沒辦法有效的從這些排風扇給排出 原因也當然是在它的排氣孔的設計上 那我當然知道說一片金屬當然是質感很好看 那太多洞可能會蠻醜的 不過這種散熱表現其實也太慘了吧 那在頂部加上風扇後其實可以大幅提升顯卡的溫度表現 但CPU散熱器的設計明顯有問題 即使你可以塞下79Mini的散熱器 整體機殼的悶罐現象仍然是無力回天 相信大家對於這些機殼在新平台的表現上又更加了解了 那我會陸續找個適當的機會把一些之前測過的殼 再用新平台的測試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